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致电祝贺普京当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系统 深入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今年1至2月份 多项经济数据保持较好增长态势 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系列报道 一线调研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今天来看 广东前瞻布局 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 不断增强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南水北调累计调水700亿立方米 沿线1.76亿人从中受益 以色列总理称 以军将按计划对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 巴勒斯坦总统表示 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以色列进攻拉法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 3月18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普京 祝贺他当选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 俄罗斯人民团结一心 克服挑战 在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你再次当选 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对你的支持 相信在你领导下 俄罗斯一定能够取得国家发展建设的更大成就 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 愿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 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深入发展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办好思政课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一件事 五年前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 总书记强调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 为推进思政课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劳记总书记的嘱托 五年来 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系统 深入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 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这个新学期 在上海交通大学围绕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 同时为中小学生带来可以体验的前沿科技 让他们感受澎湃的创新动力 近距离接触到了各种最前沿的科技成果 比如说人脸生成 动作捕捉等等 这让我见识到了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 我也会积极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把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 见人 见事 见成果 那么给学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让我们不同学段的思政课都能够更有深度 更有温度 更有广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的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 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阴阴期许 到前往学校考察时的遵遵教会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的战略高度 多次对办好思政课 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总书记重要讲话 深刻阐明了开设思政课的必要性 饱还着人民领袖对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开好思政课 引导学生深入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 学理 哲理 为他们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用党的创新理论赔根筑魂 目前全国高校已普遍开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 围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编写了各学段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推进新时代思政课建设 我们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 驻魂于人 努力打造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 也应该在社会中来讲 每到秋季学期开学 由中宣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专题节目 总会如约而至 全国亿万名中小学生 守候在屏幕前 供上一堂大思政课 从行走的思政课 场馆里的思政课 到通过数字赋能 打造云端上的思政课 如今课堂内外内容新颖 形式活泼的思政教学越来越多 引导学生更直接地感悟 伟大思想的实践美丽 老师通过一些非常生动的案例 去让我们理解 中国是现代化的发展 进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大趋势 我们建设了方便学生自主学习的 线上主题虚拟展馆 利用三维建模轮型式 还原了特定的历史场景 学生能够以第一视角参与其中 让学习更有沉浸感 更加富有趣味性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关键在教师 截至目前 全国高校思政课专监职教师 达到14.5万人 其中专职教师11.3万人 中小学含中职思政课教师 从五年前的62.7万 增加至73.2万 广大思政课教师 不断发挥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给学生心灵 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不断激励学生 立洪胡志做奋斗者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 政治要强 情怀要深 思维要新 视野要广 自律要严 人格要正的阴影嘱托 把道理讲深 讲透 讲活 引导学生 从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中国是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 挺应担当 奋进向前 在思政课上 在实地教学中 我深切感受到 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青山银山的理念 我们的天更蓝 水更清 空气也更新鲜了 这也让我更加树立了专业信心 我要努力增强专业本领 未来为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贡献青春力量 国务院新闻办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1至2月份 随着各项宏观政策发力显效 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1至2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7.0% 比上年12月份 加快0.2个百分点 服务业保持较好增势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5.8% 住宿和餐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保持较快增长 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更加活跃 今年前两个月 营业性客运量增长27.4% 服务零售额增长12.3% 为消费需求扩大提供了有利支撑 在服务消费需求的带动下 服务业景气度连续两个月回升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 从供给看 工业中超过九成的行业 超过六成的产品 同比实现了增长 消费品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增速较快 从需求看 市场销售继续恢复 升级类商品消费潜力释放 一至二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1307亿元 同比增长5.5% 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 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销售额 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从投资看 一至二月份 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0847亿元 同比增长4.2% 增速比2023年全年加快1.2个百分点 其中前两个月 制造业投资增长9.4% 加快2.9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9.4%和15.1% 保持较快增速 制造业 住宿和餐饮业 交通运输业的民间投资 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随着加强民间投资项目 融资支持和要素保障政策落实落地 以及重点领域投资力度加大 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投资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从这个1到2月份的数据情况看 多数指标保持了较好的增势 或者是有所加快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消费价格起稳回升 经济运行继续延续了 回升向好的态势 为全年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全球电子信息市场回暖复苏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 平稳增长 统计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 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2.22万亿元人民币 增长11.8% 占出口总值近六成 其中家用电器出口额 达到1019.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4% 在深圳龙岗的这家LED显示屏生产企业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眼下来自美国 英国 德国等国家的订单非常多 企业所有的生产线 目前都在满负荷生产 目前我们在全球 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形成了约6000家渠道合作网络 今年以来 全球生成式AI 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型领域 呈现爆发式增长 与之相关的音视频设备 液晶平板显示模组出口 也大幅增加 同比均增长16% 此外 电子市场的增长 也拉动了集成电路的出口 2024年1月至2月 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 为1607.1亿元人民币 增长28.6% 2024年 能源电子 视听电子 工业电子等领域 快速发展 带动了算力 传输 存储 控制等需求持续扩大 广东在做大 做强 做优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基础上 前瞻布局 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 积极培育新制生产力 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前不久在广东深圳 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新能源汽车工厂 记者看到 在移动生产线上 通过3D视觉导航 人形机器人精准实现 识别抓取等动作 成功完成装配及质量检查作业 如今全国每三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是广东造 上个月 广东发布蔚来智能装备 蔚来电子信息 蔚来生命健康 蔚来材料 蔚来绿色低碳产业集群等五大蔚来产业行动计划 支持打造一批创新平台 构建从技术测源 成果转化到产业培育 组织创新的新产业生态 位于顺德北较的海创大族机器人制造城 政府从项目落户 人才研发等方面给予扶持 目前已吸引了150家企业落户 初步形成机器人生产的产业链生态 我们园区是典型的上下楼 上下有这么一个生态型园区 做好桥梁作用 对接我们这些科研院所呢 也经常联合联动 促进这种好的成果 在我们园区进行运用 打造产业生态前瞻布局未来 广东还将发挥政策性基金的引导作用 重点投向成长潜力大 科技含量高 带动能力强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项目 到2030年 推动五大蔚来产业集群 成为广东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进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重点在6G 特别是空天网络 量子科技 生命科学 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 要下好先手旗 形成更多具有前沿性 突破性 颠覆性的前沿技术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 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眼下春耕春管已全面展开 育秧是早稻生产的第一个环节 关系着后续的灾差作业 以及最终的粮食产量 而早稻集中玉秧比例不高 是制约生产的突出短板 今年水稻生产第一大省湖南 率先大规模推进建设 集中玉秧设施 共3797个 给今年的春耕生产 带来新改变 在一阳最新一代自动化玉秧流水线 已经开始了今年早稻的玉秧工作 在这样的高速流水线上 通过31个传感器的实时控制 一个个央盘保持高速流动 实现了玉秧的全程机械化 传感器可以把以前经验丰富的那些老师傅的那些经验 全部以机器包括大数据的这种一个传承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玉秧是提升水稻机械化率最有潜力的环节之一 因此把玉秧环节从大田搬进工厂 提升的不仅仅是玉秧的速度 还有实实在在的粮食产量 以往在当地 农户们只能在天气回暖后的3月20号开始 大田玉秧 育成后4月底插秧总用时36天左右 而在这期间如果遇到稻春寒 秧苗将会面临大面积损失的风险 现在工厂里育秧不再受外界气温影响 可以提前到3月10号开始育秧 通过智能化数字化控制 总用时也缩短到22天 插秧提早到4月上旬 而这一前一后节省出来的近20天 让种植户们可以选择生长时间更长 增产更多地找到新品种 这样的变化也让大家种植双季道 有了更高的积极性 我们推广这个双季道 正在成以前的这种政策补贴驱动型 逐渐向科技这种方式在转变 它的产量和这个安全性都是能够保证的 据了解 今年湖南省在117个区县市全面推开集中育秧设施的试点建设 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在进一步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这里是农业农村部南方智能育秧苗苗重点实验室 在这里院校负责前沿技术的研究 农机装备企业则负责成果的转化 目前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了高速育秧流水线后续的研发 未来在这些技术的加持下 一个方面可以减低这个转的劳动强度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到处提高它的生产效率 对于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我觉得是有促进作用的 这就是新制生产力对现代农业的推动 太湖是我国重要的淡水湖泊 江苏统筹发挥好太湖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实现太湖流域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眼下在太湖移星段 新一轮入湖河道综合整治工作正在展开 生态清淤美丽河湖建设等182个水环境治理项目 加快推进 我们紧扣太湖入湖河道水质提升 紧盯自在项目推进 围绕工业生活以及美丽河湖建设 开展全方位整治 2023年太湖水质早晴达到2007年以来最好水平 水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今年江苏又定下更高目标 力争2025年实现全湖平均水质达到三类标准 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墙上挂折的这张太湖污染防治热力图 每月都会更新 我们讲这个太湖的水系排污口重点企业和土地利用情况上涂 然后通过我们卫星摇杆水的自动在和人工监测这些数据中和分析挂头处在 太湖美美在太湖水 2024年江苏在太湖流域计划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每日40万吨 针对目前控制总林排放这项重点工作 出台专项整治方案 为每一家企业建立林帐本 通过一家家的跑形成林清单 做到心中有树手中有策行动有方守护好太湖生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现在太湖流域的环太湖科创圈科创贷的发展格局已经显现 江苏 沿湖的苏州 无锡 长州三地 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66家 绿色工业园区16个 省级绿色工厂498家 越来越多的科技型企业先进服务业正向太湖急剧 我们聚焦空缘简物和简林空带 推进工业污染生活污水 农业面缘污染综合治理 加大生态保护修复 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全面建成通水以来 累计调水突破700亿立方米 提升了沿线大中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空间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 从江苏江都抽引长江水提水北送 向沿线江苏安徽山东省调水 2013年11月建成通水 中线一期工程自丹江口水库银水北上 途经河南河北到北京天津 2014年12月建成通水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累计调水突破700亿立方米 相当于黄河近一年半的水量 沿线1.76亿人从中受益 如今南来之水已成为沿线7省市 40多座大中城市的主力水源 集中南水占北京城市供水70%以上 几乎占天津市主城区供水量的100% 中线一期工程向北京 天津 河南 河北 调水626亿立方米 东线一期工程向山东调水67.7亿立方米 东线北沿应急供水工程向黄河以北供水6.3亿立方米 千里调水从南到北支撑沿线地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0多条河流 一大批湖泊重现升机 京航大运河全年通航里程达877公里 眼下南水北调东线一期 北沿应急供水工程正在向京航大运河补水 为提升工程安全 供水安全 水质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 数字轮升南水北调加快建设 在湖北实验 当地应用数字轮升技术打造 丹江口库区水质数字化监管系统 确保水质安全可感 可视 可控 可制 实验丹江口水库流域基本实现了空天地 24小时实时监测与管控 有效致密了库区人防 寄防 物防 天罗地网 确保一库避水永续北中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 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标准及以上 东线工程水质稳定达到三类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 境外来华人士数字人民币支付指南 根据指南 数字人民币APP境外版 已经支持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手机号 注册账号 开通钱包 境外来华人士开通匿名钱包 不需要前往柜面 也不需要提供护照等身份信息 或办理境内银行账户 今天 恒勤口岸二级工程 联合一站式客货车通道 全部完成建设正式启用 由前期试运行的15条车辆查验通道 正式拓展为30条 跨境车辆实现了恒勤边检 恒勤海关 澳门治安警察局等5家单位 一次办完出入境手续 效率提升40% 助力恒勤越澳深度合作区加快发展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 今天凌晨 由445次旅游专列 满载400多名旅客 从北京站出发 这是今年北京市老挝 首发跨境旅游列车 将采用国内旅游专列 加国际跨境列车模式 全部形成共计15天 今天是全国爱干日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到2025年 我国将建设超过100家 乙肝临床治愈门诊 搭建国家级的专病数据库 实现乙肝诊疗临床治愈网络广覆盖 近日 辽宁一批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项目总投资超3000亿元 涵盖了先进制造 科技创新 现代服务 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 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 海南博敖 晋陵碳示范区 今天全面启动运行 示范区面积190.15公顷 其中的博敖亚洲论坛会议中心 新闻中心等建筑 充分利用光能 风能等新能源供电 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福建 厦门 江西 干州等 五个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城市 开展试点以来 已调整6474项医疗服务价格 一批技术劳务价值高的项目 价格上调 同时 设备误号占比为主 费用影响大的检查检验类项目 价格有所下降 在此基础上 内蒙古 浙江 四川将开展全省试点 作为5万名美国青少年 来华交流学习的一部分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与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 联合举办的 友朋自远方来中美青年交流活动 今天在北京举行 活动现场 总台为美国华盛顿州 林肯中学和斯特拉孔中学 颁发云中锦书 我和中国的故事全球伙伴计划证书 中美两国青少年 还共同体验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今天表示 俄总统选举已完成 99.59%的选票统计 结果显示 普京以87.33%的得票率 当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称 将于21号正式宣布 此次选举结果 普京今天在竞选总部发表讲话 他表示 本次选举结果体现了选民的信任和期望 俄罗斯将会进一步向前发展 变得更坚实 更强大 更高效 他表示 将在新的任期继续推动国家发展 其中 特别军事行动问题和加强 俄罗斯联邦的国防能力 是其新任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谈到俄中关系时 普京说 俄中两国在经济外交等领域 有诸多契合点 就亚欧地区发展而言 俄中关系是一个重要稳定因素 中方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 普京说 俄中关系将继续深化发展 取得新成就 并造福两国人民 据巴勒斯坦媒体今天报道 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 多个区域发动了袭击 目标包括西法医院所在地区 以军强行驱离医院中的人员 造成伤亡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 情报显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高级成员 利用西法医院指挥 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以军对该区域展开行动 此外 以国防军使器号称 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南部 突袭了多个哈马斯据点 打死多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吉哈德下属武装派别 圣城旅17号表示 当天在加沙城东部 击落以军用于收集情报的无人机 并在加沙城西南部 狙击了一名以军士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17号 在内阁会议上称 再多的国际压力 也无法阻止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实现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 以军将按计划 对南部城市拉法发动地面进攻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7号表示 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以色列进攻拉法 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 要求其开放通往加沙地带的所有过境点 以运送救援物资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 俄军在阿夫杰耶夫卡赫尔松等方向击退乌军攻势 在顿涅茨克南部方向控制了一处定居点 摧毁乌克兰多个无人艇组装和测试点 俄国防部还称 在比尔哥罗德州摧毁乌军无人机 击退乌侦察破坏小组的攻击 此外 乌克兰媒体17号报道称 乌军使用无人机 对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 俄官方对此暂无回应 乌克兰方面称 乌空军对俄多个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实施了打击 并在辛帕夫利夫卡等方向阻击俄军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来自西班牙的上千名农民等人员 17号在首都马德里举行集会 用上百辆拖拉机围堵在西班牙农业 渔业和食品部大楼附近 抗议欧盟农业政策导致生产成本上涨 产品利润下降等 此外 波兰农民17号也举行集会 抗议欧盟相关农业政策 抗议者封锁了位于该国西部靠近德国的两处过境点 并计划持续到当地时间20号晚上 美国首都华盛顿17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导致两人死亡 五人受伤 警方称枪手动机不明 目前仍然在逃 据美国媒体报道 相关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华盛顿的凶杀案件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5% 此外 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海滩附近 17号也发生一起枪击案 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受伤 事发区被临时封锁 警方称仍在搜捕嫌疑人 海地政府17号宣布将首都太子港所在的西部省的销禁令延长到20号 目前西部省仍处于紧急状态 海地安全部队已被授权执行销禁令并逮捕罪犯 海地安全局势近期急剧恶化 首都多地遭帮派组织袭击 海地总理亨利11号宣布 海地政府将在过渡总统委员会成立后辞职 冰岛西南部雷克亚内斯半岛上的火山 今天继续喷发 强度有所减弱 当地专家表示 目前火山喷发产生的熔岩流开始放缓 大部分熔岩流被城镇周围的防御攻势阻挡 当地官员称 本次火山喷发没有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损坏 目前附近机场运营也暂未受到影响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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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